这个男人今天提前回家 想给妻子个惊喜 一进门却碰见了自己的弟弟 弟弟神色慌张的说 他是来找嫂子借几张旧CD的 这男人一脸懵逼时 听到了屋里妻子的声音 就这样 珍姆独自一人跑到法国乡村 租了一间湖边的房子 打算通过写作忘了一切烦恼 这天房东大妈 给她介绍了一个能干的女佣 一个葡萄牙姑娘艾利亚 两人语言不通 只能激通压讲 随后詹姆开车送艾利亚回家 她想打破尴尬 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和艾利亚交流 结果搞得尴尬挨都要犯了 艾利亚听的是一脸懵逼 在日后渐渐的相复中 两个人却好像有了默契 即便你说你的英语 她说她的葡萄牙语 却都能明白彼此在表达什么 日复一日 詹姆就这样整天坐在湖边打字 艾利亚为她送来煮好的咖啡 在拿走杯子的一瞬间 一阵风吹来 数十页书稿全都飘到了湖里 半本书泡汤了 詹姆冲着艾利亚大喊 别管了 我写的这些废物一文不值 艾利亚却不顾一切地跑到湖边 脱掉外套跳入湖中 她的眼里只有书稿 而詹姆的眼里只有她 此时詹姆突然有了一个愚蠢又大胆的想法 她脱掉外衣 一同跳进冰冷刺骨的湖水中 两人四目相对 一切似乎都有些不同了 上岸后 詹姆告诉艾利亚 我会用你的名字命名一个角色 艾利亚问她写的是什么类型的小说 詹姆也比划着告诉她 远古时代的沟通方式 让气氛变得温馨甜蜜 炙热的目光相撞 又让他们不知所措 他们都想逃离 却又非常不舍 詹姆告诉艾利亚 而艾利亚也告诉詹姆 如此情意绵绵地告白 他们却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转眼就到了圣诞节前夕 詹姆最后一次送走了艾利亚 两个人互相握手告别 只能挨挽气的詹姆 什么也说不出来 艾利亚却苦笑地告诉詹姆 你胆子超慢 而且车技超烂 说吧 她深情地吻了詹姆 然后逐渐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詹姆鼓足勇气 上车就要去追艾利亚 却突然 离开艾利亚之后 詹姆开始疯狂地学习葡萄牙语 直到圣诞节 詹姆回到家中 一家人热情地涌到她身边 包括弟弟和前妻 詹姆愣在原地 突然意识到这情人中 没有她最想见 最思念的人 她决定要像个男人一样 去追究自己的真爱 詹姆连夜坐飞机来到法国 敲开了艾利亚家的门 用心血的葡萄牙语 告诉艾利亚的父亲 这么赶紧解释 娶的是艾利亚 爸爸决定带她去找女儿 一路上随行的队伍越来越大 终于詹姆见到了艾利亚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出了蹩脚的葡萄牙语 很明硬的 孕尔牙语 老师 但有些事情 很明显 因为我认识你说了 但在夏末 我只是想 我认识 我的天啊 我认识你 谢谢 我认识你 谢谢 那会好 是 这是我的答案 原来艾莉娅也为她学了英语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两人拥吻在一起 有时候爱可以默默地藏在心里 有时候爱却也可以让人触碰一切困难和障碍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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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